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如果就是可以的话应该我想想赖床的话就比较居多一点 大部分如果要很早起床的话只要听到闹钟一下子就会醒过来 就那个闹钟的那个声音吧越恐怖越好 今年的旅行计划 其实我旅行都是比较比较随心的 就是可能哪天忽然想去就突然就是都是说走就走的旅行 没有说是很早就要想好哪一天 近期想要去的地方其实办了那个日本的签证 但是没有时间和没有机会去 所以希望有机会的话可以去一下 客服镜头恐惧症的话 镜头恐惧症感觉只出现在我小时候 大概反正入团之后就没有了 因为入团之后 入团之后感觉一直都是面对镜头的话 把它当做一个工作其实就不会觉得很吓人 哦竟然有这种奇怪的问题是粉丝提的话 如果如果有机会的话是想表演一下行业 感觉也是对自己的一种突破吧 每一票每零点五票都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 然后就很出乎我的预料可以拿到这么高的名字 也是怎么说总之就非常感谢大家 也希望接下来可以和大家一起继续加油 今年粉丝的目标口号 我看他们带的那个tag好像是全员接战目标选吧 是吗然后就非常谢谢大家可以这样支持我 然后一起加油